TVB長老前家樂有過多段情史 前到李麗珍、關秀未 李珊珊等個個都是女神 可月女無數的他 最終卻落在了於用狐狸精湯瑩瑩手上 今年47歲的湯瑩瑩入行以來風評並不好 自從2012年階級前家樂後開始工作量大減 大家也似乎忘記了他以前的黑了 他分別在2013年 及2015年先後彈下大女兒前海情 及二女兒前海情 如今他不時會在網上分享育兒日常 他在ID曬出一家四口遊玩的照片裡 兩個女兒穿著寫梅妝 手腳都很收場 脫下口罩時讓貌與爸爸前家樂像餅刃一樣 網友看得合照紛紛大讚可愛 又感嘆兩個女兒不像媽媽 不過正所謂女帶十八便 大家都很期待兩位千金會越來越漂亮 湯瑩瑩當年是憑借選美入行的 更因天然美貌和自信開朗的性格 被多次安排出現小三一類的角色 湯瑩瑩是加拿大華人 出生於富裕家庭 其父親在加拿大擁有四家連鎖自在餐館 家中環有兩個哥哥 全家都捧著他長大 和不少千金小姐一樣 他從小有著選美夢 所以十九歲那年他參加了當地的選美比賽 更斬獲冠軍 第二年他來到香港參選國際華裔小姐 雖然沒有拿到名次 但還是被TVB相中加入第八期藝圓進修班 同其學員還有姚瑩瑩和藤麗明 由於性感未畫的外貌 他入行後就被派去飾演花瓶角色 第一年在西遊記的蛇搖一角 後來又因多次飾演小三 不知不覺變成了御用狐狸精 形象進一步妖化 最經典莫過於風神榜中 他飾演破壞十兩家庭的琵琶精一角 憑借尖酸刻薄的形象 和演技成功走紅 可以說是當年最超人厭惡的反派角色 而當年他本身也受一系列反派角色影響 觀眾緣一直都不好 雖然他參演過的角色無不勝數 在岸夫成龍 十萬噸成員 《牽莫下的戀人》等劇集中都有個式演出 不過聲韻一直不溫不火 直到入行十年 湯瑩瑩財憑者2005年 套望正傳中突破形象的醜女李少一個 成功獲得觀眾掌聲 童年更獲得多個獎項 或許是受氣露的影響 他早年的負面新聞特別多 甚至成為了民眾發誓的對象 2008年 湯瑩瑩跟助理在拍戲空語時間 到街上買東西 結果遭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當街掌掛 還被威脅不要亂說話 事後他被嚇得渾身戰鬥 再接受警方詢問時 他指自己毫不滋擾原因 更不認識該男子 最後警方審問出男子收了兩千元替人辦事 頓時就有媒體猜測 是有人看湯瑩瑩不順眼 其實除了在戲中的角色不討好之外 湯瑩瑩在戲外的花邊新聞也不少 而且男友都是非虎即貴 於是有媒體猜測湯瑩 湯瑩瑩是因與五年圈外男友分手後 陷入多個感情 還拍到他與五名猛男玩通宵 報導更指湯瑩瑩在台灣踏上有虎之夫 懷疑這次授襲與桃花有關 後來又出現一種說法 指湯瑩瑩當時跟著朋友炒股 最終虧損還欠下一批股債 導致被人追債 沒想到這單手紋說沒有冷卻 又報出他醉酒闖禍的新聞 湯瑩瑩在圈內試出了名的愛喝酒 就連馬國明都笑他喝酒就發瘋 也因為酒惹出了大事 在2008年末 他罪駕撞傷一對騎摩托車的男女 接受酒精測試後 竟超標4倍 涉嫌罪駕被捕 撞人之後 湯瑩瑩立刻上繳5,000元取保後審 之後大量圈內好友 都沒有簽名為他力證人品良好 雖然這樣的操作 對減瑩有些許幫助 但依舊免不了形象暴跌 受罪嫁事件影響 湯瑩瑩的新劇角色被頂替 同時身敗名裂 不少惡意媒體 更為他觀賞放蕩的名號 當時環視飛聞男友的錢家樂 都忍不住跳出來為他抱不平 表示他還年輕會有很多機會 當時 湯瑩瑩還在因風神榜結束後 與錢家樂轉著多年飛聞 錢家樂除了為他說好話 環公開表示過希望對瑩瑩公平 甚至被媒體爆料 再知道湯瑩瑩醉嫁後 工作時都心事重重 可等到了2009年初開審前 車記一般的湯瑩瑩 卻又又撞車了 而在第一次開庭時 湯瑩瑩當場認罪 還請來了知名律師求情 表示自己的形象和聲譽已經受損 兩傷者也暫時沒有任何陪障 雖然前期有這麼多人說情 最終易審時 湯瑩瑩還是被判了160小時社會服務 停牌一年及繳納1200港元法款 後來湯瑩瑩也表示自己願意悔過 然而2011年 湯瑩瑩卻被爆出非法駕駛 面臨森林刑罰 可視湯瑩瑩卻表示自己不知情 以太身證明自己清白 如果說 追加這種社會事件的影響 讓他形象和聲譽受損 那他和前家樂等人的非民 則是又讓他陷入心敗名裂 那時媒體還稱他為放蕩湯瑩瑩 2008年 湯瑩瑩還被多名港男襲兇 摸屁股 但他對此小說不介意 更是被指坐實了放蕩 雖然非民一片片 但湯瑩瑩也就隻承認過兩個圈外男友 最終在2008年被爆於大十歲的前家樂物會 才有了第三段情的爆出 這兩人相識於台灣 當時與李珊珊呈斷分手的前家樂 正是單身狀態 兩人很快刷出了火花 前家樂在娛樂圈 一直是老實人令非民的好形象 但在湯瑩瑩之前前家樂也是一個公子哥 在1998年前家樂 就和李賴珍搭檔拍姜師叔叔時 因氣生情很快兩人就陷入熱戀中 因工作都比較忙 所以遠距離的戀愛 讓這段本袖不穩定的感情出現了動搖 彼此之間也有了矛盾產生了嫁合 最終這段感情維持了兩年就走到了終點 之後前家樂又有了新的戀情 經朋友介紹認識了關壽味 兩人也試著相處了一段時間 發現彼此性格不合 莫多狗就結束了 第三段感情是港者冠軍李賴珍珊 前家樂以為李賴珍珊就是 那個與他共度餘生的那個人 漢爾對這段感情看得相當的重 對李賴珍珊也是用情置心 李賴珍珊是擁有最想驚小姐 友誼家才藝及港者的重量級頭銜的人物 之後李賴珍珊也被TVB看中 並簽約當了藝人並出現了電視鑑證實錄 沒有任何表演經驗的李賴珍珊和搭檔合作非常吃力 後來公司就派前家樂專門指導他 這一指導不要緊 兩人拆出了愛情的火花 當時兩人出雙入對的 讓人看著肯是搬配 兩人一談就是半年 傳言稱前家樂曾經有一次 在其他藝人的起控下向李賴珍珊求婚 當時兩人都在菲律賓 參加香港明星足球隊的比賽 在慶祝酒會上 曾智慧起控前家樂應該求婚 還有人拿筷子包裝紙 截了一個紙戒指遞上去 前家樂也就順勢求了婚 不過事後二人都回應說 此事開玩笑 除了逼婚傳言 李珍珊甚至還被爆在與前家樂戀愛期間 類似偷食 但前家樂卻被爆出一片痴心 每次都淌湖 每次等覆合 兩人的份守傳聞也是類似被打破 到2006年中下旬 兩人終於橫視走向了正式分手的局面 據傳視主持人魏志豪的介入到此分手 而李珍珊還被媒體爆出 在其生日會時 如他親密現身 前家樂則是獨自現身 三場後前家樂還透露李珍珊 及眾人都送了生日文 唯獨自己沒有 對複合的回應也是無靈兩可 更瞄絕的是 這三人甚至橫童場出席過活動 當時還是正牌男友的前家樂 還只為志豪是李珍珊的群下之神 而另一份守原因則被媒體爆出 是因為前家樂逼婚上頭 李珍珊以致S抗婚入院導致 最終兩人也無能複合 莫多狗前家樂又再次上演了欣喜生情的戲碼 而此次對象正是湯瑩瑩 但是這段戀情曝光時 兩人東門西門打死不應 而這中間還參和著更爪馬的事情 前家樂被爆對李珍珊念念不忘 李珍珊對前家樂也是如此 不僅半夜送足還公開表白 好事媒體甚至搞了一張兩類的背景對比圖Battle 但是湯瑩瑩和前家樂的地下情 倒是一直穩固著 就算那時環境是明面上的非紋狀態 地下的真情侶情況 哪怕罪嫁開庭時前家樂末來都無怨言 直到2012年 湯瑩瑩被爆出懷孕 前家樂才鬆口應呈表示年底刑取 還透露求婚並沒有轉介、浪漫就好 這真是地下情了五年呀 但是就在湯瑩瑩準備好做新嫁娘的時候 前家樂卻被媒體爆出偷食神禮香 湯瑩瑩還挺帶土去捉人 不過沒過多久 湯瑩瑩便懷著卑鄙與前家樂舉辦了婚禮 很快湯瑩瑩生下了一女兒 2016年又再添了一女兒 組成幸福四口之家 雖然仍然嫁給前家樂後過得相當舒心 前家樂也有能力養起一頭家 不過仍然缺姻失去了事業大感不悅 直到近年重新出來工作 才感覺給女兒們樹立了好榜樣 證明了女性也可以兼顧工作和家庭 近年她也憑借在綜藝節目和劇集 《愛回家之開心速大的表現》 成功洗掉以往的負評 觀眾對她的喜愛到直線表勝 那麼今天我們就聊到這女聊 請你點擊訂閱加轉發 讓我每日準時為你播報 明星的趣聞趣事 我們明日不見不散 我們就聊到一天 我們就聊到了 我們就聊到了